現在人越來越晚婚 南韓有不少女性 開始選擇動亂 分析家認為 現在社會住房成本飆升 加上教育支出高漲 讓晚婚的情況嚴重 即使結了婚的女性 也考量教養小孩的成本 選擇晚生 醫療中心外 路人停下腳步 好奇觀望店內的冷凍設備 這裡是南韓首都首爾一家 申職醫學 及試管嬰兒中心 過去兩年到醫療中心來 動亂的女性人數迅速增加 可以說是翻倍成長 南韓政府調查數據顯示 二零二一年 國內結婚人口只有十九萬兩千五百人 並十年前減少四十人創下歷史新低 而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顯示出南韓二零二一年的婦女生育率 是平均每一名婦女生育零點八一個嬰兒 比起全球平均值一點五九個來得低 也讓南韓成了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受到兒童教育競爭激烈 水費昂貴跟居住成本飆升影響 讓南韓女性到了失婚年紀 還不想結婚 還有些是已婚 但認為經濟能力養不起小孩 因此越來越多女性決定動亂 換取晚點生育的機會 擁有南韓百分之三十 是管嬰兒市場的最大連鎖醫療中心 去年就替一千兩百位未婚單身的女性 進行動亂 根據南韓法規儘管未婚單身的女性可以動亂 但女性只能在合法結婚之後才能使用自己的冷凍卵子 儘管當局鼓勵生育 提拨四十六點七兆韓還 相當於超過一兆台幣 為育兒家庭提供補貼跟津貼 仍然無法拉抬南韓低迷的結婚率跟生育率 對此南韓性別平等跟家庭部認為 鑒於南韓社會傳統觀念 政府得打造出男女平等的職場環境跟家庭文化 才有機會提高生育率 公文新聞陳盛秉 公文新聞陳盛秉